她出道对于娱乐圈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若欣也已经是当同一线女明星了 并且也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近日关于她和刘凯薇的婚姻问题 成了优人的热门话题 百亿身家的养力 为何选择嫁给刘凯薇呢 是很想跟她永远在一起 所以之前也有准备了建设 不会吧 当然是有一定的把握了 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真的就她睡着的时候 就给她戴上 然后她醒来就看到了 已经没机会脱下来 虽然我跟我太太在拍戏当中 上演过很多次结婚的过程 但是到真正自己的婚礼的时候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放松的状态 然后 但是有一刻我特别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当我看到我太太 从另外一边的走道 有我岳父 扶着她慢慢走 慢慢走 一步一步走过来 那段路其实很短 但是 又好长 好长就是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穿上那套婚纱的样子 好不真实 突然间开了 就在这上面看着这个婚礼一样 然后突然间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又看到旁边的人都在哭 把小蜜的手交给我 然后我那一刻想的就是 我真的要了我岳父的心头肉 然后我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要真的再加倍再加倍再加倍 对太太 你是否愿意 迎娶你身边的这位漂亮 温柔 冰雪清明的姑娘 很愿意 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节目伙伴 欢迎请关注 屏幕转发打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爱你的梦大